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元吉哥 庞泽川 前面和大家说过很多关于手中生命线 智慧线 感情线等等 手文相关的相学知识 有很多的网友就一直问我自己的掌纹都不错 就是手中的感情线上面长了智 或者是智慧线上面有红点 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手掌中掌智在相学中到底有什么寓意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掌中智的问题 我们今天先说感情线上面有字代表什么? 首先大家要明白字有好坏之分 从相学上来看 红色字比黑色的字更容易拥有急躁运势的含义 当然也并不是说黑字就不好 偏并有限 这里不多说 因为除了颜色 还要考虑具体的位置 第一就是小指下方的感情线 这个地方有字 这样的人整小慎微 适合从事研究之类比较精细的工作 能够在这个领域得到一定的成绩 但感情生活不佳 早年感情多波折 如果是早婚则婚姻很难幸福 感情也不能长久 特别是容易因为第三者破坏 或者出现一些不利自己的流言蜚语 导致婚姻破裂 第二就是无名指下方的感情线 这个地方有字出现 这样的人情感方面比较细腻 异性缘特别好 但是容易神经质 为人外上感情奔放 如果是男生则掌控欲和占有欲非常强 如果是女生则物质欲望比较强 对老公的要求会比较高 这种性格非常容易导致 他们的婚姻在中年时期出现问题 第三就是中指下方的感情线 这个地方有字的人 这一类人内心比较实在 是踏实稳健的人 在感情上比较克制 不是轻易动情之人 而且容易把任何感情上的事情 都必须要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给人冷静克制 甚至缺乏人情味的感觉 其实这样的性格会导致双方的感情不深 缺乏心理层次的沟通 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就受到挫折 导致感情婚姻不稳定 第四点就是感情线上有两颗字 这样的人性格敏感 非常容易情绪化 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或者他人不经意的话 就去胡思乱想 而且喜欢沉浸在精神世界中容易幻想 在现实中不自信 缺乏面对困难处理事情的勇气 给人一种内向不自信 或者精神不正的感觉 这样的人严重的话 还导致出现神经衰弱 有此首相的人要学会自我调节 多参加一些聚会 或者多去外面旅游散心 同时也可以通过学习知识 来改善自己的不足 好了 今天的首相呢 就到这里 项目不独论 有不懂的地方 大家可以关注 或者给我留言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期再见